判决如下,被告人陈德琪无罪,8月13日,从法院拿到无罪判决书后,陈德琪就一直将其随身携带,见着亲戚朋友和前来采访的记者,他都会掏出判决书,郑重其事的宣读一遍。 陈德琪首,拿无罪判决书陈德琪,55岁,河南陆一县城庄村人,2005年,他被指控参与一起受人网洞入室抢劫案件,随后被陆一县人民法院以干抢劫罪,盗窃罪,探处有期徒刑13年,陈德琪至今仍然搞不明白,自己好好的一个人,怎么就成了罪犯,2015年刑马释放后, 他一直四处申诉,最后,陆一县人民法院因法组成和疫情,重新审理该案,认为该案事实不清,证据不足,于2018年8月13日宣告,陈德琪无罪,河南省陆一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。 然而,入狱十年,陈德琪身体和精神都受到很大打击,与社会严重脱节,手里的智能手机怎么用也不顺手,身体落下的后遗症干不了重活,妻子要和他协议离婚,儿子不让他进家门,所有不幸都落在我的身上。 现在,他最大的希望是尽快拿到国家赔偿,对于赔偿的金额,他有些坦克,江西的李锦莲服刑19年,申请4100万元国家赔偿,我坐了十年牢,应该也得申请一半吧。 突然被抓,被受害者指认,他最终被判13年,2005年3月29日夜里,陆一县任吉桑一村民家遭出人挖洞,入室抢劫,家中的手机、电视机、影碟机以及少量献金被抢走,受害人刘丽萍随即爆料案。 4月中旬,赶乡派出所接到刘丽萍丈夫报警电话,陈妻妻子在集市上发现了10天前抢劫自己家的嫌疑人,随后,正在赶紧买羊树苗,的陈德启,被赶到的民警抓获,探觉书中,刘丽萍正,以前认识陈德启,家里悲场后开始怀疑是他,陈德启在集上买羊树时,被我发现了,我观察他好久,听他说话的声音, 和走路的姿势,我才确定是他干的,我不能确定他的声音,但声调向他,还有一个原因,我一跟着他,他就躲,与陈德启一样,另外一名嫌疑人丁广计,也一流逆品的指约被抓获,据陈德启讲述,他被带到派出所后,并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,警员告诉他犯了抢劫罪和盗窃罪,他一听整个人猛了,我没干,我冤枉, 2005年11月22日,陆毅县人民法院认定陈德启,丁广计构成盗窃罪,但入室抢劫罪不成立,判处陈德启有期徒刑三年,丁广计有期徒刑两年,而陆毅县人民检察院已该判决认定陈德启,丁广计入实施盗窃定性不准, 是用法律不当,量刑不当为由,向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议诉,随后,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,撤销原判,发挥重审,2006年6月6日,陆毅县人民法院再次做出判决, 陈德启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,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,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3年,丁广计犯抢劫,盗窃罪,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0年,家境突变,家人抬不起头,儿子13岁辍薛陈德启,在村里有个外号,叫成百万,他是游民的包工头,剩下常常有几十个工人干活, 他们家也因此成为村里的有钱人,是村里盖楼房的第一家,此外还买了三轮车,村里拿下手头紧,需要周转,也都找他借钱,那时候俺家那叫幸福,所有人关系都好,陈德启作为家里的顶梁柱,给妻子和儿子,提供了很好的生活条件,又给父母建了新房,还帮亲戚还债,陈德启的儿子陈林东,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称,小时候他们家是周围几个村条件最好的,然而,幸福生活因陈德启的入狱,假然而止,陈家经济重大落的妻子丁嘉兰身上,他独自培养三个儿子,家里的经济条件一年不如一年,当时只有13岁的陈林东,因受不了同学的一样眼光,选择辍学,外出打工,陈德启说, 自他进了监狱,家人就在村里抬不起头,陈德启被抓后,丁嘉兰一直不相信,平时带大家外出打工赚钱的丈夫,会突然抢劫,道歉,很快,他发现案发那天晚上,丈夫根本没有作案时间, 他记得当天,丈夫请了一位修车师傅,到家里修三轮车,因为当天没修好师傅就住在了家里,当晚丈夫和师傅喝酒,喝到晚上十点多才睡,丁嘉兰希望能帮丈夫伸张,她找到修车师傅,对方愿意作证,并写下一份证言, 但是,这份证据在当时的判决中没有被重视,陈德启说,刚进监狱,他总是不停的写申诉书,希望案子能重审, 但是,他发现怎么写也不起作用,有时还会影响减刑,为了早日出去,他放弃申诉,选择在狱中积极表现,申诉律师,案件证据存在问题,只有受害者供述, 2015年2月11日,宁获减刑,陈德启服刑9年10个月后刑满释放,丁广西服刑期间,于2006年9日29日保外就医病忙,出狱后,陈德启开始四处申诉,郭嘉秀在陈德启申诉阶段进入案件,作为陈德启代理律师,郭嘉秀发现,该案在证据方面存在诸多问题, 没有现场勘察记录,也没有误证,只有受害者的供述,陈德启记得,出狱的第二天,他就走上了申诉之路,路一,周口,郑州,他辗转于几个城市,一边打工,一边申诉,后来,他辞掉工作,到周口市租了房子,就为了申诉,没钱他就向几个儿子养,找亲戚朋友见,一个月儿子给四五百分, 出去车费基本就没有了,陈德启以前爱喝酒,爱抽烟,没钱,出狱后,他不得不戒掉这些嗜好,因为受不了妻子的唠叨和抱怨,今年一月,他与妻子协议离婚,并签了离婚协议书,几个儿子都站在母亲一边,平时很少和陈德启接触,甚至让他不要进家门, 免得惹母亲生气,陈德启,但邻居也向红星新闻记者证实,因为家人不接纳陈德启,平时他很少回村,家散了,陈德启不知道怎么把回,打儿子,二儿子结了婚,各自有了家庭,小儿子和妻子住在村里,他则一个人租住在周口市, 他知道家人对他有怨恨,他们最困难的时刻,最重要的时刻我都没能参与,他希望,无罪判决能重新联合三聚的家庭,无罪,法院相关领导义附加州为问道歉,国家赔偿正在案程序进行,经过两年多的申诉,2017年8月9日,河南省周口市人民检察院,已该案事实不清,证据不足为由将此案, 向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,2017年12月19日,周口中约议员审判决事实不清,证据不足为由撤销了陆毅县人民法院,200日陆绍行出自第19号刑事判决,将此案发回陆毅县人民法院重新审,2018年8月13日,陈德启终于等来了无罪判决书,判决书中,陆毅县人民法院认为, 本案没有现场看验笔录籍照片,没有追赃,没有提取任何与犯罪有关的痕迹证据,如脚印,指纹等,辨认程序违法,违法长时间将被告人提出签索讯文,审讯程序违法规定,陷入证据,均为相互矛盾的严刺证据, 全案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,不能的诸臣德启,丁广继,实施犯罪的唯一结论,陆检行诉200595号起诉书指控臣德启,丁广继罢,抢劫罪,盗窃罪的事实不清,证据不足,指控罪名不成立, 8月14日,陆毅县委发布关于陈德启,并广计抢劫,盗窃一案无罪的情况通报,通报着,要求相关单位面对事实,证实问题,迅速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, 一是由县纪委监察委组成调查,组一网启动调查追责问责程序,二是由县法院两名副院长带队分别到两家进行问问,并正式道歉, 三是县法院负责立即启动国家赔偿程序,通报截图8月21日, 红星新闻记者致电陆毅县人民法院,但公事工作人员陈,法院相关领导已经是陈德启家中, 进行了慰问和道歉,国家赔偿的事,正在按照程序进行,一定让受害人得到应有的赔偿,对于国家赔偿,陈德启有些坦涉。 他告诉红星新闻,先按照国家标准来,看看他们的诚意,如果不满意,我会再上诉。 他不知道国家赔偿具体的金额如何计算,但他认为,最应该考虑的是自己伤痕累累的身体,以及被破坏的家庭生活。 采访结束,他打开一条新闻,让红星新闻记者看,江西的李锦莲服刑19年,申请4100万国家赔偿,我坐了10年牢,应该也得申请一半吧。 他有点不确定,忘了忘记者,似乎想要一个肯定的回答,刘丽萍,陈灵东,丁家兰接于化名, N红星新闻记者树潘俊文,班游戈南路一线。